美景美女常作伴 美酒美食共品尝 也与野虾好鲜味 也催也去赛神仙 他就是撞香小莫 靠着分享原创搞野视频走红 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 模型的广西化 让小莫表哥受到网友的关注 用镜头记录真实的乡村生活 不仅不慢的解说 让视频内容变得生动 就像邻居一样亲切 视频中还穿插了一部分乡村爱情 不像其他网友的歌粉丝韭菜 也不像他们一样 整天晒吃吃喝喝 或者晒豪宅别墅 看他的视频 能重温童年的回忆 深坑抓鱼是最经常的活动 有时在深山里抓到野货 就直接在野外 用大铁锅煮来吃 原生太大自然 这可是城市里享受不到的美好 还会邀请美女进山野催 真是会享受生活 虽然刚开始小莫也遭到嘲笑 被人质疑不看好 但他坚持了下来 用时间证明自己能成功 小莫的视频 让生活在城市的网友 有了新奇的感受 同时也找回原始简单的快乐 原来日子还能这样过 浓浓的烟火器 以及简单的生活态度 好似茶余饭后话家常 让人感觉平常稀松 这是小莫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由于小莫的视频 很少出现他的家人 导致网友对他的私生活好奇 只要会出现在作品中的美女 大家都会猜测 是否是他的女朋友 像什么捅妹 土鸡妹 泥秋妹 还有表妹小妹老同学 更让人注意的是蓝总 大家都怀疑 小莫是在为他打工 账号也是共同经营 可小莫火了 也是人红是非多 有网友发出质疑 小莫的视频中 是否有着剧本 这一期视频里 小莫一如既往背着袋子 上山搞蜂蜜 在途中 遇到了准备去镇子上 卖鸡的大叔 两人也攀谈起来 经过一阵寒暄后 大叔已决定不走去集市上 而是把鸡卖给小莫 因为小莫没带现金 而大叔卖鸡 也是为了充化费 于是 在两人商量之后 小莫先给大叔 充了一百元化费 剩下的 准备过几天上门给大叔 这时 有不少网友坐不住了 有人质疑 小莫是安排好剧本 在进行的拍摄 不过 同样有粉丝 称赞广西大叔的淳朴 也有经常看小莫视频的网友 站出来支持他 最后 小莫也给大叔充了化费 用实际行动来向网友证明 这不是一场戏 小莫也给网友们带来 做人要诚实的正能量 即便说有剧本的存在 也是无可厚非 毕竟 正常拍摄生活千篇一律 总是要有一些不同的掉机 但小莫也要坚持自己的初心 不能让视频变了味道 拍摄更多乡村生活的好视频 为什么撞向小莫的视频能这么火 大概是以下几个原因 视频背景 都是撞足自治区的自然美景 让人能不出户 就感觉到假天下的山水 也能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第二 就是视频有着趣味性 每个出镜的人员都不多余 大家性格分别还入戏 宁秋妹 还有不断出现的表妹 各有幕后高人三叔 以及90后美女 第三点 虽然人物多 但大家都淳朴真实 拍摄环境不像城市的嘈杂喧嚣 充话费 手机都充不了 再者 都是小莫的作品连贯性强 有时还会分成上下级 成为连载电影 小莫也不直播带货 经常帮小妹卖蜂蜜 卖鱼 并且多付钱给小妹不求回报 当然 小莫的为人处事很好 关注留守老人 在深山里的他们 送去牛奶和食物 虽然说可能语言不通 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小莫的做法 值得大家给他大大的赞 再说 他作为广西的留守青年 创立自媒体 就是在带动家庭的发展 也让仅轻人不用出门打工 同样可以选择回乡创业 孩子不会成为留守儿童 也能够有时间 来陪伴自己的父母 那么大家喜欢 看撞香小莫的作品吗 会想去广西旅行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